外交部长吴周谢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迎接 总统蔡英文出席外交部使节晚宴 这段喊话这一刻听来格外有玄机 因为宏多拉斯总统才在推特上 说要和中共建交 晚宴主桌上总统蔡英文左手坐的是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右边是驻台使节团团长盛文森及格瑞纳丁大使伯安卓 但就是整场不见最受瞩目的宏多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 我也要谢谢各位在国际上的许多的场合为台湾发声 提高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今年台湾跟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创造的成果 也让我们彼此的情谊更加的深厚 深厚的情谊也在参会中培养 但外交上的现实也不得不面对 TVBS运动明昊无愧 你最后的SN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